小树蛙和狐狸猫正在整理学校的资源回收 看着眼前好多带整理的物品 两人觉得很头痛 狐狸猫不知道怎么分类 小树蛙要狐狸猫别着急 因为许多的回收物资都属于聚合物 所以在开始分类前 先认识什么是聚合物 会更容易分类哦 狐狸猫不知道什么是聚合物 小树蛙请狐狸猫先看看手上的保鲜膜 并问狐狸猫它的原料是什么 狐狸猫看了一下保鲜膜的原料 上面写着聚乙烯 小树蛙接着想考考狐狸猫 是否记得乙烯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狐狸猫记得之前有学到听类 可以根据碳和碳原子间 形成不同的键数 例如单键、双键及三键 分别命名为丸类、锡类、缺类 所以乙烯的结构长这样 小树蛙回答没错 当乙烯在适当压力和温度下 无数个小分子会连接成巨大分子 成为巨乙烯 也就是保鲜膜的原料 这种材料是由数千到数万个原子所组成 通常一至二种纯物质的分子 在特定条件下 分散的分子会连续结合成巨大的分子结构 此类物质就称为聚合物 聚合物还可以依照不同特性进行分类 首先可以依照来源 分成天然聚合物和合成聚合物 小树蛙接着问 那你还记不记得生物有教过动物 可以透过摄食、消化、吸收等方式 提供细胞产生能量 狐狸猫回答记得 动物需要食物中的养分 进入到身体转换成能量 以维持生命 具有能量的养分 主要有蛋白质、糖类及脂质 其中蛋白质及糖类 皆是属于天然聚合物 脂质则为分子 以上均可由生物代谢合成 狐狸猫接着提问 蛋白质就是平常吃到的各种豆、蛋、鱼、肉、奶 对吗? 没错 而其实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组织的重要成分 我们身上的肌肉、皮肤、毛发、指甲等 主要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 狐狸猫听完突然想起 刚刚提到的糖类中包含了淀粉、甘糖和纤维素 不过只有草食动物具有特定酵素 才能将纤维素消化吸收 小树蛙接着问狐狸猫 那淀粉进入到人体后可以分解成什么? 狐狸猫回答 淀粉经由摄食到人体的过程中 可以被酵素分解成麦芽糖、葡萄糖等成分 不过讲了这么多关于天然聚合物的东西 狐狸猫还是不知道如何分类 小树蛙知道狐狸猫 急着想整理回收物 不过还是要让狐狸猫先来脑力激荡一下 狐狸猫根据回收后可不可以重新利用来做分类 所以将宝特瓶、纸张、塑胶袋、积木玩具、保鲜膜分成一类 再将废轮胎、电路板和插头分成一类 小树蛙觉得狐狸猫的想法很棒 其实生活中可回收的物资 多数是可融化、重新塑形的合成聚合物 小树蛙接着补充说明 刚刚看到的物品中 除了纸张之外 其余都是合成聚合物 而依照狐狸猫的分类结果 合成聚合物还可以依照分子连接方式的不同 分成链状聚合物和网状性聚合物 而链状聚合物是小分子连接大分子 成为链状 又称为热塑性聚合物 经过加热后通常会融化或软化 根据链状聚合物的特性 以保鲜膜为例 若温度过热 保鲜膜会容易变软和变形 进而释放出有毒物质 如果温度过冷 保鲜膜容易变硬 并缺乏柔软性 而以链状聚合物研发出来的保鲜膜 也会因为不同厂牌研发 拥有不同的耐热冷温度 狐狸猫接着又问 所以链状聚合物就是因为具有可塑性 所以容易回收利用 制成新产品 对吗? 小树蛙回答 没错 像是宝特瓶经过分类回收之后 再加以处理 就可以再生成毛毯 帽子 衣服等物品咯 不过如果是肺轮胎 电路板 插头 这些经过加热后 会保持固定形状的物品 就是网状性聚合物 这种聚合物 是小分子 以网状的方式 连结成大分子 所以高温加热时 不易软化变形 又称为热固性聚合物 小树蛙提醒狐狸猫 所以我们要把虚回收的物品 好好的分类 才不会造成地球的困扰 并请狐狸猫想一想 除了好好分类回收再利用外 还有哪些做法 可以使垃圾减亮呢? 其实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是减亮 也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如果大家能落实绿色消费习惯 就能减少许多垃圾 小树蛙接着问狐狸猫 知不知道绿色消费中的5R准则 狐狸猫回答 当然知道 5R准则分别是 小树蛙接着问狐狸猫 那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中 落实这些准则? 狐狸猫举例说明 快过年的时候 它会想买一些伴手礼送给朋友 但伴手礼有很多选择 在购买前 要先思考5R中的REFUSE 拒绝 尽量拒绝购买过度包装的产品 或使用不符合环保原则的产品 同时也要记得5R中的REDUCE 减亮 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狐狸猫接着补充 出门购物前 它还会记得带环保袋 虽然卖场可以购买塑胶袋 但是如果大家 可以落实5R中的REFUCE 重复使用 重复利用容器 带子等 就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小树蛙觉得狐狸猫很棒 真的有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狐狸猫接着说 当然 RECYCLE 回收和REGENERATE 再生也是很重要的 只要可以回收再利用 能重复使用的资源 并再生这些资源 就能大幅减亮垃圾 所以赶快一起进行分类吧 狐狐狸猫 狐狸猫将今天学习到的知识 做了以下重点整理 聚合物 一获得来源 分成天然聚合物 和合成聚合物 天然聚合物 是生物体经代谢而合成的 合成聚合物 则竟由人工合成制得 依照分子连结方式 合成聚合物 分成热塑性聚合物 和热固性聚合物 热塑性聚合物 经加热会软化 但冷却会硬化 因此特性 所以能回收重新使用 热固性聚合物 经加热后 不会软化变形 所以无法重新使用 也希望大家多多落实 绿色消费的5R原则 Reduce 减量 减少丢弃之垃圾量 Reuse 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容器或产品 Refuse 拒绝 拒用无环保观念产品 Recycle 回收 回收产品 Regenerate 再生 物品再生使用 最后 其实生活中 有许多塑胶制品 可以观察到包装上 会有回收标志 现今世界通用的塑胶材质 回收辨识码 将塑胶分为七大类 请荧幕前的你 找找看身边的塑胶物品的标志 并对应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